牡羊座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香港人也叫白羊座 新年进步很久没见 那么久没见 我有没有任何的不同呢 有一些朋友说我变胖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见 我有一个小痘痘在这很讨厌 那无论如何呢 你们牡羊座的这个 农历正月的那个能量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恭喜恭喜 对 那因为我们可以看看 你们的那个主星火星在尸首座 也是一个火星的星座 所以也是挺好的 14度 然后呢 它正在6分在水瓶座里面 13度的水星 那所以呢 你们的那个人际的关系 你们的那个朋友啊 就是相处的会非常的好 那还有一个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呢 因为这一次的那个日月合在 也是在你们的十一公 在水瓶座 对吧 那你知不知道 你们很容易很容易 在朋友堆里面呢 可以跟人家 就是比如说认识到一些 认识到一些 做生意合作的朋友 甚至是一些爱情的关系 可能 有可能可以 认识到一些 谈恋爱的那些对象 但是呢 你们要当心 你们要很当心 你们 就是母样座 有一个很好的能量 就是呢 你们是很热情 很奔放的 很直接 就会跟人家 就是意见如故 就是 一见钟情 对吧 但是呢 你们要很当心 如果你们的那个态度 就是你们跟人家 认识了以后 你们的那个态度是 也是很白 就是很母羊的那个 我行我素 很冲动的话 你们很容易会把人家吓跑 所以呢 这是我们有一句成语 叫成也消河 爸也消河 对吧 你们当初的那个热情 是很容易可以吸引人来 喜欢你们的 但是之后呢 你们也要好好的 控制你们的那个火候 我们管的话 我们叫火候 就是 比如说你去煮东西的时候 你要控制 你要去 控制那个火 对吧 就是你们要小心控制 你们的那个火 不要 不要 之后就是 很冲动啊 跟人家去吵架 什么什么 什么类似的 OK 那如果没有这个关系的话 你们很容易 在朋友堆 在很多人很多人里面呢 可以去 认识一些 一些partner 就是说 无论 无论是business 就是 双业合作的partner 或者是谈恋爱的partner 也是很有那个漂亮的机会 那我首先在这里 恭喜你们 你们 还有再讲一次 信念进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